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平定天下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美国宣布将投资5亿美元提升菲律宾防御能力的消息 美国国防部长老埃德奥斯听称这是一笔 世代难逢的 投资旨在帮助现代化菲律宾武装部队对抗中国在南海的侵略行为 这笔资金是在菲律宾和美国房长及外长的 二加二会谈 中共部的并且伴随着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联盟进一步深化 这一举措势必引起中国的不满 而中国则强硬表态反对第三方干涉地区海上紧张局势 美国的这一动作将如何影响南海局势 菲律宾能否借此机会提升其防御能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太平洋的另一端 美国的外交和军事策略正与亚洲的紧张局势纠结在一起 周二美国宣布了一笔令人瞩目的五亿美元投资 用于提升菲律宾的防御能力 这一消息在马尼拉举行的 二加二会谈 中正式公布 这是菲律宾和美国的国防部长及外长齐聚一堂 共同探讨两国的安全合作 这次会谈意义深远 不仅因为它是第四次举行 也是首次在菲律宾举行 并且紧随与日本的类似会谈之后 对于菲律宾的外交来说 这个时机在何事不过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 在会上表示 我们正在与美国国会合作 为菲律宾分配五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资金 他称这一资金水平是前所未有的 并将其形容为 世代难逢的 投资 这笔资金将用于协助菲律宾现代化武装部队的计划 这也是菲律宾总统 费迪南德 马克斯 JR政府近期的重点 随着南海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这笔资金显得尤为重要 特别是对于应对中国的不断挑衅 这项投资并非孤立事件 而是菲律宾与其地缘政治伙伴 共同努力的结果 例如 日本去年年底交付了一套雷达系统 旨在探测地平线上的威胁 这些举措显示出 该地区各国在应对中国海上行为方面的联合努力 事情在6月17日达到高潮 当时中国海警携带长矛和刀具 登上了菲律宾船只 并损坏了船上的设备 甚至造成一名菲律宾士兵失去了一根拇指 马尼拉称 这是海盗行为 并要求北京赔偿100万美元的财产损失 本月早些时候 菲律宾和中国同意缓和紧张局势 达成了一项临时安排 允许菲律宾向其在有争议水域的哨所 进行补给任务 然而 即使在两国外长上周在老挝举行了首次会晤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仍对菲律宾周六向第二托马斯交进行的补给任务 表示不满 除了直接的军事资金支持 二加二会谈 还带来了额外的支持 根据2014年签署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 EDCA美国将在菲律宾各地的共享军事设施站点 投资超过1.28亿美元 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表示 这些EDCA投资将用于人道主义援助和灾害应对 以及两个条约盟国之间的 联合合作和互操作性的 场地建设 马尼拉和华盛顿目前在东南亚国家共享九个军事站点 特奥多罗指出 这些投资不是单一维度的 而是多维度的将有助于国家的发展 并通过建立可信的威慑姿态来阻止不必要和非法的侵略 此外 菲律宾和美国还希望在年底前达成一项情报共享协议 军事信息总安全协议 这对于他们的共享网络安全目标至关重要 自1951年签署共同防御条约以来 菲律宾和美国的联盟关系一直稳固 该条约确保在发生冲突时相互支持 随着马尼拉和北京之间的海上紧张局势升级 最近几个月呼吁启动该条约的声音增加 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后 马克思表示 菲律宾人的死亡可能成为启动该条约的原因 因为杀戮将被侍卫 接近战争行为 马尼拉国际发展与安全合作制库创始人 切斯特·卡巴尔扎队日经亚洲表示 美国的资金支持表明 两个盟国已经调整了他们扩展的财政支持系统 以实现国防和灾害救援 在关键基地和平井地区的互操作性 然而 这一举措也可能引起北京的不满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在老挝举行的东盟中国部长会议上 告诉高级外交官 北京不喜欢第三方干涉地区海上紧张局势 卡巴尔扎则认为 王毅的评论是 片面的没有根据 因为中国也在支持非洲 中东及其在东南亚的传统盟国的军队 这次美国对菲律宾的巨额军事援助 正是拜登政府加强亚洲防御联盟的一部分 与其前任不同 现任菲律宾总统马克思JR 更加倾向于与美国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 而不是向中国靠拢 马克思本人曾在夏威夷生活 当时他的家族处于政治流亡状态 自上任以来 他多次与拜登总统一对一会晤 这显示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密切关系 拜登将联盟建设 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标志 特别是在欧洲和亚洲 这些地区的不同联盟 旨在对抗或威慑两个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 俄罗斯和中国 国务卿安东尼J.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劳埃德J.奥斯汀三 是于周一晚上抵达马尼拉 作为对印太地区外交使命的一部分 马尼拉会谈的背景充满了紧张气氛 近几个月来 中国海警船对菲律宾海军船只 进行了更多的敌对行动 此外 马克思和其他亚洲领导人 也在关注明年1月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 是否是现任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还是前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 他认为美国的军事联盟是资源浪费 在这样的背景下 马克思在总统府对布林肯和奥斯汀 谈到了他们访问的意义 布林肯在与马尼拉外交部长 恩里克、马纳洛和国防部长吉尔伯特 特奥多罗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我们现在正在分配额外的5亿美元 外国军事资金给菲律宾 以加强与我们在该地区最古老的 条约盟友的安全合作 特奥多罗称这笔援助 是对马尼拉防御能力的巨大提升 这笔援助也符合美国 加强其在印太地区影响力的整体目标 奥斯汀表示 这笔资金展示了美国加强联盟的决心 他说 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在一个非凡的基础上 继续努力 我们正在推进 我们对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 特奥多罗则表示 这些资金将用于人道主义援助和灾害应对 以及两国之间的联合合作和互操作性 宣布的资金是美国在4月份批准的 20亿美元外国军事资金的一部分 这笔资金将帮助现代化菲律宾武装部队 和海岸警卫队提升其在南海的防御能力 应对中国的挑衅行为 这一举措 凸显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和外交策略 旨在维护地区稳定 确保盟国的安全 总而言之 这笔5亿美元的投资 是美国和菲律宾联盟关系深化的重要标志 也是对抗中国在南海扩张行为的有力回应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美国近期宣布将投资5亿美元 以提升菲律宾的国防能力 这一举措是在菲律宾和美国的 二加二会谈 中宣布的 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菲律宾武装部队的现代化计划 特别是应对中国在南海的海上侵略行为 这次会谈是第四次举行 但首次在菲律宾进行 并且在本月早些时候和日本举行的会谈后 对菲律宾外交来说十分重要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表示 这笔资金水平是前所未有的 将用于协助菲律宾武装部队的现代化计划 随着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 马克思、JR、政府将重点转向外部防御 这一计划在最近几个月取得了显著进展 在地缘政治的背景下 菲律宾的地缘政治伙伴也在利用这一现代化计划 来扩大对马尼拉的支持 例如日本在去年12月交付了一套雷达系统 以探测地平线上的威胁 这项投资正值马尼拉和北京 在南海的紧张局势持续升温之际 其中一个明显的事件发生在6月17日 当时中国海警人员携带长矛和刀具 登上菲律宾船只并损坏了船上的设备 导致一名菲律宾士兵失去了一根拇指 在这次2加2会谈中 除了5亿美元的军事资金外 根据2014年签署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 美国还宣布在菲律宾各地的共享军事设施站点 投资超过1.28亿美元 这些投资将用于人道主义援助和灾害应对 以及两个条约盟国之间的 联合合作和互操作性的 场地 目前马尼拉和华盛顿在东南亚国家 共享9个军事站点 菲律宾国防部厂吉尔伯托特奥多罗表示 这些投资将有助于国家的发展 并通过建立可信的威慑姿态 来阻止不必要和非法的侵略 此外 菲律宾和美国都希望在年底前 达成一项Intelligence Sharing协议 军事信息总安全协议 TSOMIA 这对于他们的 共享网络安全目标至关重要 菲律宾和美国是1951年 共同防御条约的签署国 该条约确保在发生冲突时相互支持 随着马尼拉和北京之间的海上紧张局势升级 最近几个月呼吁启动该条约的声音增加 马尼拉国际发展与安全合作 智库创始人切斯特·卡巴尔扎 将美国的资金支持描述为 华盛顿加强其印太盟友战略价值的最佳机会 他指出 这表明两个盟国已经调整了他们扩展的财政支持系统 以实现国防和灾害救援在关键基地和平井地区的互操作性 来自美国这个印太地区主要对手的这一新支持 可能会引起北京的不满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在老挝举行的东盟中国部长会议上表示 北京不喜欢第三方干涉地区海上紧张局势 卡巴尔扎指出 王毅对第三方的评论是片面的 没有根据 因为中国支持非洲 中东和其在东南亚的传统盟国的军队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美国投资5亿美元提升菲律宾防御能力 这是各世代南逢的机会 让马尼拉可以在面对中国的海上侵略行为时更有底气 美国这一投资展现了坚定的决心 对于菲律宾的国防现代化计划 无疑是一记强心针 正如共同防御条约所保障的 这一投资将加强两国之间的联盟增加地区稳定性 这不是仅仅针对中国 而是为了整个印太的区的和平安宁 哦 楚天书 你真是太乐观了 这5亿美元真能解决问题吗 还是说美国只是在玩政治游戏 让菲律宾成为其对抗中国的棋子 历史上美国对盟友的承诺有多少次兑现过 看看阿富汗你就知道答案了 中国不是第一次在南海强硬表态 美国的介入只会让情况更糟糕 更何况 这笔钱能不能真用到刀刃上 还得打个问号 谢其器 别像个鸵鸟一样 把头埋在沙子里 菲律宾需要的是实质性的支持 而不是空谈 美国这次的投资不是随便说说 它将用于人道主义援助 灾害应对和军事合作 这些都是菲律宾急需的 你说阿富汗的例子 但这是完全不同的情况 菲律宾与美国是有共同防御条约的 这代表一旦有事 美国必须做出反应 这不是政治游戏 而是对区域安全的长远考量 楚天书 你的天真真是和你的名字一样舒缓 你就不怕这五亿美元 变成某些政客的私房钱吗 菲律宾腐败问题世人皆知 就算这笔钱全部用于军事现代化 对抗中国这么一个大国 你觉得够吗 美国把菲律宾推到前线 自己坐享其成 这是典型的骰锅行为 最终受累的还是菲律宾百姓 谢琪琪 你的忧虑可以理解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应该做事不管 腐败问题的确存在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现代化的追求 你提到菲律宾对抗中国 我们应该看到这五亿美元并不是要让菲律宾单打独斗 而是提供一个更强大的防御体系和国际支持 华盛顿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这次投资是双赢的选择 楚天书 你这种乐观主义真让人无语 国际政治不是童话故事 美国对菲律宾的投资背后有着深远的战略考量 即便这五亿美元能够发挥作用 但这是否会引发更大的军备竞赛 让整个地区陷入更大的不稳定 中国不会做事不理 美国这样的行为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我们应该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而不是加剧军事对抗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这次美国向菲律宾提供5亿美元军事援助 目的是帮助菲律宾提升国防能力 应对来自中国在南海的挑衅行为 这一动作不仅显示了美国对印太的区的重视 也反映了菲律宾希望加强与美国合作的意愿 自马克斯Jr.上任以来 他展示了与美国建立紧密联系的意图 这与其前任政府有很大不同 这无疑是一个颇有趣的政治转折 像是菲律宾在国际舞台上的一次大翻牌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丁称这笔资金是前所未有的 将帮助菲律宾武装部队实现现代化 这一点尤其重要 因为菲律宾的军事力量相对薄弱 而中国则在南海不断扩大其影响力 甚至在该地区进行了多次挑衅性行为 不久前 中国海警甚至登上菲律宾船只 这类事件让人不禁想起海盗电影中的场景 只不过这次是现实中的国际关系剧 美日对菲律宾的支持也同样值得注意 去年12月 日本向菲律宾提供了一套雷达系统 以协助其探测海上的威胁 在这样的背景下 美国的这笔援助可谓是锦上添花 进一步巩固了菲律宾在地缘政治上的地位 这也让人联想到国际兼那场无休止的送礼大赛 每个大国都想通过援助来赢得盟友的心 有趣的是 美国和菲律宾还在准备签署一份信息共享协议 SOMIA 这将进一步加强两国在网络安全和情报方面的合作 这对于应对中国的挑战来说至关重要 毕竟在现代战争中信息就是力量 谁掌握了信息谁就掌握了主动权 中国当然对此表示不满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老挝举行的东盟 中国部长会议上表示 北京不喜欢第三方干预地区海上紧张局势 这种说法听起来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 因为中国自己也在积极支持其他地区的盟友 就像卡巴尔扎所说 这种评论看上去有些片面 美国此举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 那就是拜登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的联盟建设 无论是在欧洲还是亚洲 拜登政府都试图通过加强与盟友的联系 来对抗霍威射俄罗斯和中国 这次菲律宾之行也是这一战略的一部分 旨在巩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 最后这次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还有一个微妙的政治背景 那就是美国总统选举 谁将在明年接替拜登 是现任副总统哈里斯 还是前总统特朗普 这一问题也让包括马克思在内的 亚洲领导人心存疑虑 他们也在观察 美国的政策是否会随着 新总统的上任而改变 总的来说 美国向菲律宾提供的这笔军事援助 不仅是一个战略性动作 也是一个复杂且多层次的国际关系博弈 这笔资金将如何影响美中非三国间的互动 还有待观察 但至少在目前 菲律宾似乎在这场博弈中 暂时占了上风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Con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